结婚多年丈夫对自己越来越冷淡 一年也就同房几次 凯瑟琳拥有一家私人妇科诊所 丈夫戴维是著名的大学音乐教授 他们有着别人羡慕的生活 然而他却发现英俊博学的丈夫和自己越来越疏远 他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 雇佣一个应召女来试探丈夫对他是否忠诚 罗伊顺利地完成了和戴维的第一次见面 但凯瑟琳给了他酬劳后却请求他再见一次 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结束 回家后戴维正在电脑前开心地和别人聊天 儿子在电脑这头被迫和女朋友分手 凯瑟琳告诉了丈夫儿子失恋了 戴维则劝解他这是人生必经阶段 对于儿子带女友回来过夜的事 凯瑟琳很反对 戴维却持开放态度 为了安抚凯瑟琳 戴维递给他一杯酒 他们怀念起从前的快乐时光 情到深处凯瑟琳想更进一步 戴维却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干 清晨凯瑟琳看到了院子里儿子正在和父亲通话 儿子问起你常说妈妈是你见过最美的女人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凯瑟琳露出了甜甜的笑 这时她的电话响起是罗伊发来的信息 她很快赶到约定的地点告诉罗伊 由于自己正在经历的中年危机让她有不安全感 她委托罗伊的事就全当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罗伊却说他们已经见面了 他们在一起吃过饭后去了艾伦花园 那里空气新鲜 后面有个放工具的地方 凯瑟琳说我不该把你扯进来 之后她头也不回地出了餐馆 可她却无法专注而撞了前面的车 这时她看到罗伊也出来 她骑着自行车在雪中不慎滑倒 凯瑟琳帮她处理伤口 接着他们继续坐下来聊起了 在植物园后来发生的不可描述的事 凯瑟琳饱含眼泪说我希望你是干净的 并要求罗伊给她提供体检证明 这大概是一个中年女人为自己保留的最后一点尊严 第二天罗伊来到诊所找凯瑟琳 看到了他们一家的合影 无意中听到迈克为晚上的音乐会到诊所打音乐谱 她转身跟着迈克进了打印室 她说自己也喜欢音乐并和迈克攀谈起来 看到凯瑟琳出来 罗伊给了她报告并想和她谈谈 凯瑟琳本来拒绝了但看到门口的儿子 她马上拉罗伊进了办公室 她问起罗伊你没有和我儿子说话吧 但罗伊却说我们午饭后再聊 凯瑟琳和朋友们一起午餐 大家都看出了她的心不在焉 这时凯瑟琳接到了罗伊让她去酒店的信息 她借口给客人看病赶到了酒店房间 看着满屋的凌乱不堪 凯瑟琳急不可待地想听罗伊讲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罗伊坐在椅子上缓缓道来 罗伊说得很详细 她的每句话都像钢针一样扎在凯瑟琳心上 她把愁劳递给了罗伊 随后她看到了桌上他们没有吃完的午餐 还有戴维刚刚用过的酒杯 上电梯前凯瑟琳问罗伊你在用什么香水 罗伊拿起了随身的润肤乳擦在她手背上 凯瑟琳说以前我们没有工作的时候形影不离 即使分开一小时都难以忍受 直到见到对方 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罗伊问她 看着伤心的凯瑟琳 罗伊表示戴维说这是她第一次 但凯瑟琳却说怎么可能 罗伊轻轻地安抚起凯瑟琳 她禁不住吻了她 但凯瑟琳冷静下来推开了罗伊 晚上儿子的演奏会 凯瑟琳迟到了 音乐会结束后 凯瑟琳又看到了和服务员搭讪的戴维 戴维祝贺起儿子 说着亲吻起凯瑟琳的手并问起 这是什么味道 是擦了香水吗 我很喜欢 凯瑟琳回答是乳液之后 她感到异常恶心 她独自离开了酒会 凯瑟琳来到了私人会所找到罗伊 凯瑟琳不容分说地把罗伊带到了酒店 凯瑟琳本想报复戴维 但她却又失落地坐到床边开始哭泣 罗伊温柔地安慰起凯瑟琳 回程的地势上 罗伊靠在了凯瑟琳身上 到了凯瑟琳家后 罗伊执意把发卡送给凯瑟琳 并说这是自己妈妈的 凯瑟琳问起 是你那天故意放在地上的吗 凯瑟琳交代她以后不要再见戴维了 说完她就下了车 可谁知后面更难堪的是在等着她